来宾珍妮于10月17日登上了iMate安卡当舞台 演绎了她的新歌Mantra 自2016年10月以来 Bly Pink已经8年未曾在该节目上表演 此前由于YG娱乐与iMate之间的疑似不合 没有参与过该平台的打歌 然而珍妮此次的回归演出获得了高度评价 当天她的Mantra不仅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还成功击败了Azpar Karina的个人歌曲 赢得了第一位的好成绩 她在音源平台和SNS的评分也都获得了满分 展现出强大的音乐实力 这次回归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演员李蒂勋在最近接受L采访时 被问到近期是否有收藏歌曲 她回答是提到 并不能算是隐藏曲 而是正在全球范围内流传的歌曲 就是珍妮的Mantra 其实我没有说过是孙德明 世界上的音乐是在世界上的 Jenny的Mantra 我一直在听着 可见Mantra在韩国的广泛影响力 此外 本次回归珍妮将参加韩国的两场打歌活动 即明日19号 还有音乐中心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爱的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